本期内容主要是围绕 有关于国平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而展开讨论的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单打项目的人员安排 颇让众人感到意外 像马龙 陈梦 王曼玉等人 都没有参赛单打项目的机会 而孙颖沙等三位国平球员却被极其看好 不仅有机会参加单打项目 还能够连续参赛四个赛事项目 可以说这几位球员在教练们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甚至有不少球迷粉丝纷纷表示 在有了这几位主力球员的保驾护航后 四个项目的冠军奖项国平球员势必拿下 那么其中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一回事呢 此次参赛亚运会的国平球员名单 又是怎样安排的呢 下面就请跟随小编的步伐来一同往下看吧 其实从名单当中就能够发现 抛开马龙 陈梦等实力球员无缘比赛以外 在众多参赛球员中 还是存在一些世界或是奥运冠军球员的 由此可见 教练组对本次杭州亚运会还是相当重视的 与此同时 也有部分球迷粉丝表示 这一次亚运会的人员安排 以及参赛球员最后所取得的成绩 将会直接影响着 接下来巴黎奥运会的参赛情况 从名单中能够发现 此次参赛单打的球员安排 似乎是根据世界排名来进行定夺的 所以说 这才有了男单樊振东 王楚心 女单项目由孙颖莎 王毅迪参赛的安排 毕竟像此次亚运会这类大型赛事 参赛球员的数量都会有要求 所以说 马龙 陈梦等人就只能遗憾告别单打项目了 不过 球迷粉丝都纷纷表示 即使没有办法参与单打项目 这几位球员依然能够在其他项目中 打出精彩的表现 看过此次参赛亚运会的球员名单后 有不少球迷粉丝都大为期待赛事的真正到来 期待国平球员们赛场上出色的发挥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